先生对待手里这小杯子是不是也忒不在意了 看着我都着急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 这个是大名鼎鼎的鸡钢杯呀 就在今年4月8日 香港苏富比春拍上啊 一件成画斗彩鸡钢杯 人家成交价2.8亿港元呢 二管你那也得买多少房子 是不是 刷新了中国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 怎么样 不错吧 我们的健保会上 跟你怎么说 还就出现了这么一件神品 这位先生 是不是 您肯定得火呀 不过您别高兴了太早了 正是因为鸡钢杯名声大震 才引得许多造假者是蠢蠢欲动啊 有些人把市场上这个仿造的鸡钢杯啊 全部买回 然后用技术手段 然后再给做旧啊 再编造点什么离奇的故事啊 重新收入股丸市场 不知有多少人受骗上当 今天我就不说啊 是真的成化鸡钢杯怎么样 色料如何多复杂 咱先不说这个 咱们就说一点 真正的鸡钢杯存世 19架 在私人的藏家手里几家呢 就4架 而且都是有名的大藏家 我说完这些 您想想 您在古玩市场上 随便就能碰到这么一件宝贝 它能是 真的吗 正说着呢 你看看人家那位 拿鸡钢杯那位 去鉴定室不到一分钟 可就出来 这是 他说这是那什么 现代的房子 做工 做工比较粗糙 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挺厉害的 几下就看出了 他说这个古代 如果这些东西交活 给给他皇上 怎么会做这么粗糙 我觉得可能也有道理 我带的是 那个宣德时候的一套大碗 有10个 但是因为太庞大了 另外呢 我怕损坏 所以我只带了两个最小的 来请专家鉴定 那么我其他的呢 我把图片拍了 我摆在一起呢 是这样的 是青花的 这是一个大碗 这个碗呢 是10个一套的碗 但是这个碗呢 我就只带了两个最小的 这是套碑 这个人家写宣德款 这不是宣德 宣德的瓷器啊 没有这么薄胎 而且你这宣德款 官窑啊 也不是这个料 所以你这个是现代的 都是现代 我说我知道 怎么回事 对对对 就是老师给再给看看 这位藏友自称 对藏品的情况非常确定 同时又神神秘秘的 不露宝贝 这里面有什么玄契呢 定谣 看看这真的假的 这还是真的 定谣 这个比这个还好 我看看 这颜色好 你这从哪得来的 那没得来的 你买的就是 买四人的呀 你去买的 这老百姓的 经专家鉴定 这两个盘子是五大名谣之一的定谣 连叶佩兰老师都开罩留存 看来确实有不小的研究价值 这位能从老百姓家里收到这么有价值的定谣瓷器 可谓是收的明白 可是这藏友中也有人收的不明白 我就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关老师 经常看着 我看着精神 他这名叫什么 挺怪的 我老说跟早熟似的 你说橄榄又 你没看他这个气星就像橄榄吗 住这个房子好 这有跟你说 这是七几年我一毛钱买的 这个有年纪 对 这是清房的 清房歌又有橄榄 这都是对 老的 自己收藏着吧 太高的经济价值也没有 是 是个老五点流传 针定谣仿歌谣都露面了 接下来出场的则是 五大名谣之首的 汝谣 那么它是真 这是一个什么样 水鱼 我工作在国外 武动店上 买的 做多爱的 对 哪国呀 日本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您就收啊 喜欢吗 就看着喜欢 对对对 看着喜欢 有点像防乳窑 对对对 但是挺秀丽的 您玩还是可以 是吧 当古董不行 当工艺品 来 鉴定现场 专家们不仅对藏品 辩真为断年代 更为藏友们 普及鉴定常识 对 双耳罐吧 也是 也是个防品 这是现代 仿乾隆的 这个造型 和彩色 不过我觉得 您这个要注意的一项 就您这底下 有一个火气印 这上就写着 故宫博物院 这是 这是现在骗人的 我们见到过 还有红色的 您这是黑色的 所以您收藏的时候 注意点 这是一种仿元代 舒服词上的 叫堆彩 立方的 它说 大明成画年制 这是把元代 那个堆彩工艺 跟成画东西 就是穿越了 穿越了 就是你一摸 它凸起来的 它都是拿模子 做出来的 这是工艺品 跟古董没关系 你一个手拿一个 把那个放下以后 再拿它 好吧 好 慢一点 以后你们碰见这个 以后 尤其原青花 碰到后底足上 有这种留幼的 粘幼的 你看啊 这个幼呢 它有流淌 人为故意的 拿点幼滴上来 拿笔来呼噜呼噜 还有就是来回晃一下 以后发现底部 有这种 就是粘幼的 就像类似 人为故意的添加的 现在大量的 仿古原青花 尤其是仿原青花 就是大部分 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啥呢 因为叶培兰老师 书上写了 写了说这个 好多古代的原青花 由于气形比较大 在加工的时候呢 有粘幼现象 那个粘幼是不小心 就是工匠不小心 把手上的柚子 粘上去了 它不是说故意加的 这个柚子 从它的分布 就是故意添加上去的 就为了迎合书上的 那个鉴定那个点 所以这是一个 现代的房品 看看前面这些藏品 虽然假的不少 但也不乏有收藏价值的真品 那两个定谣的盘子 是从前老百姓家的 这个窖里头 蹦出来的 可是呢 老百姓家里的东西 就一定是真品吗 不 我跟你这么说吧 有一些不轨的文文商人 把这个艳品啊 铁墙藏在老百姓的家里 刨了个坑 埋了个雷 就等着您去踩 这个瓷技鉴定技巧 我们也略知一二的 那接下来 我们再去看看 这健保会上 还有哪些奇特的宝贝 兄弟二人一个乐观 一个悲观 到底鉴定结果 会被谁猜中呢 我这个吸铁 银员应该是银币吧 这是啥 它这么吸上了 这不是银子的吗 前面 都是仿 想着兄弟二人 带银币来鉴定的人 还真不少 还有先生的银币啊 哎呦 个头这么大 您看 您这两件东西都是假的 假的 您看 这是银员 我这儿给你做个小实验 我这是个磁铁 您看 您看咱们的银 这是一个 原来有人说是文革期间 一刷 明白了吧 所以以后 不要买这种东西 它不是银子的 是铁的 所以带上来拿银银 而且刚才我用仪器 上面看见铁锈了 哇 这是什么材质的呀 马脑 说是马脑的嘛 什么年代呢 3000多年 说3000多年 我买的时候都跟我说的 卖是 卖家跟你说的 对对对 三十多年 嗯 方便说大概 什么时候买多少钱买 我这个得100万 买的还是说 买的 买的时候买 嗯 对 我今天就是来看一下 值不值我买的这个钱 嗯 下面这个赚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鱼的 对 也是个老东西 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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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呀 这个是 那个西满的那个形质 但是肯定不到 不到西州 这个看起来很像 不到西州 他跟我说是州 不到 肯定不到 肯定不到 就是是反着西满的形质 包括像猴马 那个猴马出土的 那种 马脑馆的形质 蓝色的肯定不到 对 这肯定不到西州的话 价值那就是也达不到 一百万 对 对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一群 马脑 马脑 马脑家是家的那种 两个美女 嗯 这个叫村姑 我这个叫盼望 我想叫谷歌架 您当时买了多少钱呢 当时买的一个是 这个是三万多 这个是六万多 什么时候买的 这个是买五六年 这个是刚买的有两年多 对 你觉得现在看了 那这个十二万吧 四年一期 多少 十多万吧 十多万 两个吗 一个 一个 一个就十多万 十多万坑们还买不掉 买不到 这是天然的 不是人造的 但是这个料呢 是切出来的 哎 很少见 很少见 它特别具象 像一个 又像个菩萨 又像个美女 这个还可以 作为奇史呀 收藏还可以 它不是古董 现在有专门收藏 这个奇史马脑 您这属于奇史马脑 就聚出来以后 发现一些 具象的图案 它这种图案 都是天然的 您这东西不是 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但不是古代的啊 专家说 虽然这两块马脑 坚定为天然奇史 但奇史类收藏 很难有标准的 市场行情 完全是个人喜好 所以 买家愿意出的价钱 就是这块石头的价格 天然马脑 天然大公鸡 公鸡 这是什么产地的呀 这个他们说是南红马脑 是四川南红 你自己是搞这方面经营 还是收藏 我自己收藏 收藏仔细的 这个我是跟一个 一个就是清代的 有一个抱月瓶 跟他俩换的 我喜欢这个 您这是一块 那个马脑的原石 您要看它什么 这是新的 就是摆在家里边 天然的形成的 天然形成的 挺好的 每人画得丑 天然马脑 得到专家的肯定 这位女士 又把自己 更加钟爱的瓷器 摆了上来 这可能也是乾隆华 乾隆华 都是乾隆 乾隆意志 它这有苗筋 这苗筋呢 它说这一个吧 咱们这得有一筋方筋 十二筋餐 这每人画得丑 是吧 画得丑 现在新的 这可能也是乾隆华 这都是现代的 但这个宫呢 看起来都是景地 画十二金钗 侍女 这做一陈设词 还是挺美的 但是这个金呢 都是现在的代用品 它的金色不对 我自己感觉 我上网查 查了以后感觉 它就是说 有广的好多东西 但是比例不太好 这个好像造型 各方面都可以 这个也有款吗 这个没款 这个像那梅花一样 这个有零酒 这个有零酒起来 这个桃子挺好玩的 它这个是一碗 真的是没做 这个是不是和田玉 不是 肯定不是和田玉 不是啊 这是范青的量 有那种 有个号毛口吗 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这个和田玉 它只代表品名 不代表产地 和田玉 它所有是透产值 养起十含 95%以上的玉 全都是和田玉 包括含料 鹅料 青海料 都算和田玉 它是大和田的范围 它是大和田的概念 这个不是 这个肯定不是和田玉 这两个都不是 这个都不是 这个是一个人的吗 对对对 我们自己的清明价 让我们专家给你看看 价值 然后看看是什么材质 这和田玉是材质的 它比较善良的 那也很大 我来看这个 你确定是和田玉 对 为什么 这也没事 我觉得就是可以 你不是和田玉 不是可以 那是哪 你这块是 是个青海料 当然 它那个是 我们要说它是和田玉 是大和田的概念 如果说 要从行为来区分的话 我们还是要分和田的 盆仑 鹅料 含料 跟和田料 前面两位女士的玉器 虽然不是专业角度上的和田玉 但还是有些价值的玉料 接下来的这些玉器 就另当别论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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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 放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 是吧 咱俩的 还有 刀 这个是玻璃 玻璃 玻璃 是一样 就那种东西 一般东西 往脸上贴一贴 玉是凉的 它是温的 对吧 不冰脸 对不对 这个是一样的 一样一样 挺好看的 您留着玩吧 好 他一开始 给您要几千块钱 最后几十块钱买了吧 对 以后不要买了 这是阿富汗语 阿富汗语 就跟大理石是一样的 比大理石稍微软一点 这是个玻璃 这也是个玻璃 总共花多少钱 没花 250块钱 可以 以后不要在路边买了 好吧 郁关英是前忙时期的